先講原理啦,因為原理你懂的話,等下看我示範你們就知道怎麼做,會比較快 所以原理要先講 今天是教那個 平針縫跟全回針縫 平針縫是最基本的 然後全回針縫是什麼 就是它是萬一你沒有縫紋機,你就用全 你以後就用全回針縫 它是模仿縫紋機的縫法 你就先準備一塊胚部 才21x29.7的胚部 兩個一組 然後針的話就是手縫針,不要太長 那個手縫針那個針不要選太長的針 然後第二個就是線,你就用雙線跟手臂一樣長 跟一個手臂一樣長的線 就好,兩根 好,講一下距離 等一下那個A4的那個胚目 你就像老師這樣畫 有沒有看到我已經畫兩條線 你自己看得到就好 我已經有放寬 因為以前我們唸的時候是線0.5公分 空格0.5公分 我現在放空一點 就是線1公分 然後空格0.5公分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 畫線的時候,線1公分 空格0.5公分 我們這樣畫一整條 好,第二條全回針縫也是這樣 線1公分,然後空格0.5公分 因為你們剛開始練不要練太難 但如果你們以後出去縫的話 記得線不要1公分 線到0.5公分 這樣知道 要縮小範圍 這樣有聽懂 所以你要畫線 等一下就順著線縫 然後上面就寫班級姓名 然後你是等一下拿兩個組員 一個組交 就一組兩位 分組 一組交交一個作業就好 一組兩位 所以互相分共合作 我講一下平真鵬是什麼 平真鵬就是 這是這條線 這是這塊布 應該是叫這塊布 這是側面圖 平真鵬的線頭要在布的上面 還是布的下面 線頭 下面 對下面 然後從布下面往上戳 然後1公分的時候 再往下什麼 往下這樣子戳下去 這樣知道 是不是很簡單 好 這樣平真鵬有沒有問題 等一下我會示範 那什麼叫回真鵬 回真鵬的落點是在A還是B 平真鵬落點在A 那回真鵬落點在A還是B 不知道 好 回真鵬的落點在B 然後 通常叫回真鵬 因為你要下去之後 B下來 然後回到A的位置 然後再回來 再上去 回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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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回真鵬 這樣有聽懂嗎 平真鵬的落點在A A在這裡 回真鵬的落點在B 回真鵬的落點在B 然後回來 一直輪回 一直輪回 好 然後 那線頭 所以回真鵬的線頭在上面 就在上面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的話 就叫前面來看我示範 來前面看我示範 往下 落我自己 不過看不懂 我動作很滿 所以你應該看得懂 好 我跟你講 剪線的時候 不要 不要這樣 剪線的時候就是 剪線的時候 訣竅在這裡 就是你不要這樣剪 這樣剪不對 通常會斜的剪 因為這樣比較好穿針 很像在切 切香腸 不要這樣切 是斜切 斜的剪 然後就這樣穿 真不要太長 另外我針頭 很短 因為你太長 不好封 通常都會這樣小小 然後線 雙線 就手背 你的手背多長 就多長 因為你太長的話 下面會打結 封的時候就是單線封 先打一個結 看你習慣怎麼打結 看你習慣怎麼打結 因為每個人習慣不同 我是這樣打 然後故意 故意拉長一點點 就讓它線頭稍微大一點 就讓它線頭稍微大一點 這樣沒管 因為它藏在裡面 先平真縫 其實這樣線就很長 夠縫 平真縫就是 從下面搓上來 所以你要看準 所以要先畫 先畫 這是1公分 這是0.5公分 1公分 0.5公分 都先畫 但是如果去 這是練習 因為你們剛開始不要練太難 如果你現在去業界的話 它會變成這樣 業界是這樣 0.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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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看懂 所以你不要去業界 它一定要縫1公分 會被 會被 叫你回去 重縫 好 所以就1公分 我用單線 單線 就好 然後就這樣 平真縫很簡單 這樣上來 然後就下去 速度快的話 可以這樣子 先教速度慢 速度慢是這樣 這樣 這樣是不是就縫在上面 剛剛好 速度快的話 是可以這樣 但是你要 你不要硬拉 縫的時候不要拉太大力 因為拉太大力的話 布會變成這樣 會變得很皺皺 你知道嗎 就是你拉線拉得太大力 它就變 所以你要剛剛好 這樣 快的話是這樣 下去之後 直接戳下面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 火速節快的話 是直接這樣 戳下面那一個 然後這樣拿 你不要戳好幾個 這樣一拉 結果它就變成這樣 就全部縮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左右手 引用 看你習慣用哪一隻手 然後 打結打在後面 你不要打在前面 你不要打在前面 假設我現在結束了 然後你縫完 你就看速度重在線上 而且 布不要是皺的是平的 才可以收針拉 你不要等一下 做在一起來收針 那你這塊布就回掉了 然後收針就是這樣 打結了 通常我是這樣繞兩圈 知道位置在哪裡之後 就繞兩圈 有沒有這樣 我拿針有沒有 繞兩圈 然後往下 按住它 你那個 然後這樣拉 就打結了 輸很快 你不要在那邊還這樣 打結這樣打 你打完大家都已經做 做 大家已經下板了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 剪線就可以長一點點 沒關係 反正都在下面 也是剪斜的 對不對 你不要這樣剛剛好 這樣剪到底 這樣就完 有時候會完蛋 不然就把自己的結 剪斷掉 所以可以留長一點點 為什麼我剪刀不利 因為這次被同學借到後來不利 我真的就以防萬有同學沒那一剪刀 我就借給他這次 這次 這會很無理 好 這樣就平真縫就縫完了 然後現在就是那個 回真縫了 我回真的時候它就裂掉了 也是拉子 我回真的時候它就裂掉了 你是車帶什麼紙上咧 就你 你就 這個方向 然後回真的時候它就裂掉 喔 然後 我當然我習慣這樣 因為這樣很保險 這樣子它怎麼拉都不會斷掉 反正都藏在裡面 好 回真縫就是 剛才鼻子縫就是從這邊 開始有沒有 回真縫就是從結尾開始 所以你就從這邊下支 從這邊下針 回真就是你沒有縫紋鏡 你就用回真縫模仿縫紋鏡 然後從這邊上來 你看我就是現在我在下面 上來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下一個在哪邊 是在這邊還是在這邊 這 這是A 這是B 是在A還是B B 對 要記得喔 不要縫錯 然後再從哪裡出來 這個的A出來 第二條的A出來 然後也是不要拉 你們發現 我剛才稍微拉了一下 它布就是這樣 揍起來 所以你要平均的 你不要拉 你到時候測完要這樣子 布還是平 你到時候縫完之後 布還是平的 好 記得 然後結尾就是在上面打 打那個線 把它結尾掉 這樣 平真跟回真 OK 好 然後現在跟我去隔壁 我要示範那個 然後等一下你們就是看 如果 因為縫紋鏡不夠 所以你可以先 有些可以先在這邊練那個 手縫 然後去練這個